布里斯班无疑是在今年房价上面表现最好的城市 基于它强劲的人口增长 以及政府大力推动的各种基金项目 明年布里斯班相信会继续有强劲的增长 但是与此同时 对于很多想在布里斯班投资的朋友 他们会发现非常难抢到房源 那我们接触很多昆州的卖房中介都跟我们说 当一套house一旦放到real estate或者domain的时候 基本上在两天之内就会收到十几二十个出价 注意约的不是inspection看房 而是二十多个alpha直接进来了 所以并不是说你自己资金准备好了就可以买得到 那相反有很多人最近都感慨自己每个星期都去看房 每一次基本上马上就会出价了 但是每一次都抢不过人家 那所以今天我就想和大家探讨一下 在这种超级火热的市场里面 我们应该怎么样调整自己的出价 才可以买到心仪的房产 当然我不敢担保你一定可以抢得到 但是最起码会将你成功的几率大幅度的提升 大家好我是法兰克 一个来了澳洲将近30年的香港人 那适合其他人的投资方案不一定适合你的 也希望透过分享我对澳洲房地产的知识 可以帮助各位投资者做出理性的抉择 那最近某些地方的房市涨幅已经开始稍微有点缓慢一点的迹象了 但是有不少朋友告诉我 其实他们已经做了足够的调查 也看中了某些区觉得很值得投资 每个星期几乎都去看房 然后看完马上出价 而且出的价格他已经觉得是非常合理了 但是最终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都抢不过人家 原因可能有好几种 本身现在市场这么热了 房东要么就是铁了心一定要拍卖 那所以基本上在拍卖之前都不接受任何的出价 当然也要看地区了 现在在悉尼或者莫尔本 有部分的房东已经越来越愿意接受拍卖之前的出价了 但是好像布里斯班啊或者黄金海岸这种地方 基本上拍卖前都不愿意接受出价的 那最终很有可能比的就是谁的弹药比较多了 那另外有一些房东就是愿意接受出价的 那最常见的就是清一色会在广告上面写 offers above 60万 80万或者 100万 那意思就是请你出的价比这个价格高 可是这一句话对很多人的心理会设立了一个价格 他们会觉得那意思是不是说 这个就是他本身的价值呢 你放心他写的这个价位啊 100%不是他想卖的价格 因为他深信最终卖的价格肯定会比这个高不少 可是呢放得低愿意过来出价的人就可能越多了 原理呢和拍卖差不多一样了 什么reserve啊price guide 这几乎可以完全忽略的 二手房出价你只能出一次价 你也不会知道其他人出的什么价格 那最终就是价高者得 那如果这套房子写的offers above 60万 那没有做过调查的人就会觉得 60万以上他基本上就会卖了 那我出个66万应该就能抢得到吧 然后最终你发现还是没有抢到 因为之后你查销售记录的时候才发现 有人以75万买下来了 那对于很多人的心里就会出现很大的落差 你会觉得有没有搞错 60万的房子居然有人出75万 是不是有病啊 那这个情景是不是最近抢过房的人都似曾相识呢 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自己要提前做好调查 那今天我就会和大家讨论四个方法 那希望可以提高你抢到房的机会了 第一个呢是房市价格的变动 那一般来说在我们买房之前 我们一定要看看周边一些类似的房产 近期的售价是多少 那这些我们叫comparable sales 这些数据我们在rpdata或者是real estate啊 domain啊都会有相关的数据 但是记得在看的时候一定要看sold price 就是近期的出售价而不是现在市面上叫的价格 那一般我们会看看在过去三个月里面周边同等类型的房产出售记录 那记得对比的时候一定要实际一点 要和你想买的房产各样条件尽量接近的 比如说几个房间啊卫生间啊车位地有多大或者年份等等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大概推断它目前的价格是多少了 但是在一个房价急速变动的市场里面 这里就是很多人会判断错误的地方 那就是这些三个月内的数据啊 其实已经不能准确地告诉我们它现在的市场价值了 你很有可能要在这个调查的基础上往上调整了 比如说你现在看到这套四房啊 在三个月前有一套一模一样的卖了80万 那这个时候你要考虑到从三个月前到今天 这里的房价假设已经涨了3% 那在你今天对这套四房的评估啊 你可能要将这个涨幅考虑进去 那可能你要出价82万5啊或者83万才能买得到 再说了数据很多时候都存在滞后的一个问题 普遍可能是一到两个月的delay 在房价涨得这么快的情况底下啊 一到两个月的价格可能已经会出现很大的变化 甚至夸张一点啊 某些地区一到两周的价格啊 可能已经会出现变动了 那所以在你准备出一个所谓合理的出价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这些的因素 你出的价才能最真实反映它真正的市场价值 那我相信调整好你的出价 你抢到房的机会会提升的 但是呢依然是一个合理理性的出价 那在这里也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醒啊 很多人会选用什么 ANZ啊 Real Estate Domain 这些网站 然后把自己的地址输进去 通常它会出一个所谓的valuation一个估价 可是这些网站给的是非常不准确的评估 因为它一般会以整个区域的平均价值来做衡量 所以如果你希望买的对 不可以懒的 一定要自己去查数据 要看看这一条街附近的comparable sales是多少 第二点就是将你抢不到的房子 也列作为参考的价值之一 那我知道在你不断做调查 不断去拍卖 不断去出价 最终很有可能还是抢不到 你会感到非常的沮丧 那比如说你做好调查了 你也用了刚才我们说的第一点 然后你非常准确的判断了 这套房产价值就在80万 那结果最终还是没有抢到 中介如果愿意的话 他会告诉你 这套房子有人86万买下来了 那这个时候我相信 很多人第一反应都会是很诧异 他会觉得这人是不是有病 那是因为我们觉得 它的价值就是80万 可是现实就是 这一套房产在市场的价值 正正就是市场愿意出的价格而定的 这个也是我们经常会提到 demand市场的需求 我们也只能够接受了 但是虽然我们这一次抢不到 但是这一次的售价 我们要把它列作为 我们参考的一个comparable sales 你千万不要觉得 因为这个人有病 你就忽略了这个售价 因为这个正正可能就是 这种类型的房产 它新的市场价值了 新的定位 所以在你去看下一套房产的时候 你不能再回到原来准备好 80万的出价了 你要稍微往上做调整 哪怕你觉得之前那个人出的价格 再不合理都好 我们一定要接受现实了 这个就是新的市场需求 新的市场定位 你很有可能不认同它值这么多 但是我们经常会说 你想一想 就好像有一些鬼老区 连公寓 apartment的价格 都要卖到200万以上 那你觉得它真的值这么多钱吗 其实并不重要 它也不需要你去认同它 因为市场给它的价值 就是这么多 第三点就是问中介的问题 我看到过很多人 打给中介去问家的时候 又或者是inspection的时候 特别是新手的买家 上来他们就会问这个中介 这套房子盖了多少年了 质量行不行了 旁边马路会不会很吵啊 这里治安好不好啊 问一大堆的废话 其实这些你自己是能够做到调查的 本身现在这个市场 中介忙到已经趴下了 所以你好不容易找到这个中介 我们上来就担到植入了 你可以问他 房东为什么要卖 是不是他有什么计划 那中介有些时候 不一定会跟你说真话 或者敷衍你 但是你一定要抓着他继续问 那不是 你告诉我 房东为什么要卖 因为我很有可能可以尽量配合他的需求 那同时你要问他有什么条件 是可以让房东或者这个中介更方便的 我们见过很多不同的房东 他们要卖房的原因什么都有 有的是要upsize 小房换大房 或者是反过来 有一些是急着还债的 有一些是离婚要处理这个财产 各式各样的原因都有 而有一些条件可能是房东 想卖掉之后租回这套房产 你可能不理解为什么他要这么做 但是就会有这种房东 又或者是offer一个短一点的settlement时间 让房东快一点可以收到钱 这些conditions或者条件 都是有可能造就我们可以出价 更容易被接受的因素 那所以问中介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有针对性 第四点就是尝试寻找off market的房源 我在以前这一期的视频提到过 还没上市的房源 那没有看过的朋友之后 可以去看看 我讲到怎么样去找这些机会的 这种房产也是我们经常会希望 替我们的客户找到的 那我知道好像现在这种市场 off market的房源是非常难找到 因为你会不明白 为什么会有一些房东或者中介 不走正常的渠道去出售他们的房产 但是就真的可能会有这种机会 可能正正有些房东急着出售 或者是中介已经忙到吐了 希望可以省点时间和精力 又或者是其他的理由 那虽然这种机会不一定很多 但是总会有的 所以关键就是 如果你已经锁定某一个区 你就要很努力去跟这些local的中介 打好关系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让他们准备签下一套房产的时候 会记得有你这么一个人 那当然如果你只是在inspection跟他聊过一次天 那我敢肯定他是不会记得你的 但如果你持续的每周固定和他们联系 一直说你的需求和条件 一直问他们要房源 他们很有可能会记得你 哪怕他是因为觉得你烦而记得你 这也是一个好事 非常时期可能就要用非常的手段了 房市不景气的时候 你想想中介就要到处的敲门派传单打扣烦着你 现在情况倒转过来了 那你去求他也没什么问题吧 对吧 因为成功的话 你就会拿到这种off market的房源 那最大的好处 当然就是你不用同时和二十几个人拼offer了 其实我是非常能够理解 当你看房看了很长一段时间 每一次出价都抢不到 我也知道你们的心路历程 一般从一开始会很沮丧 慢慢到有些绝望 然后就会到一个地步会觉得 不管了 反正随便能买到什么就买吧 然后安慰自己终于可以入市了 那虽然说可能比原来的预算买贵了 但是无所谓买到就行了 其实我已经听到过不少这些朋友 会分享说最后自己其实有多后悔 要么就是为了买这个区 最终出的价格超出了自己能承受的范围 要么就是买了自己实在没有那么喜欢的房源 又或者是总有其他不满意的地方 那所以最后还是要奉劝这些朋友 千万不要失去理性 一般不理智做的决定往往会让我们后悔莫及的 那我知道现在这种房市确实不容易 但是好的机会还是会有的 但是确实我们不能来了 所以希望做到以上的四点 可以帮助到你抢到房或者提升你的机会 那如果你最近有买房的需求 又或者是你对接下来要做什么很不清晰的话 欢迎你把你的情况和联系方式发到我们下面这个邮箱 又或者是加我们助手的微信 我们会尽快给你安排了 那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可以帮到你的话 记得订阅我们这个频道 点赞 留言 还有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 记得了适合其他人的投资方案 不一定适合你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